在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直播完了ROG的发布会 现在我们就来上手一下整场发布会里最最重磅的一个产品 也就是ROG Phone 玩家国度游戏手机 先来说一下外观部分 ROG Phone的正面是上下扬声器采用一个对称的设计 然后夹着一块18比9的屏幕 但是它并没有使用现在所流行的全面屏 或者是刘海屏这样一个设计 还是非常传统的 不过外观上还是比较酷炫的 它的屏幕采用的是一块6英寸2160x1080的AMOLED屏 这块屏幕的素质还是非常高的 108%的P3色域并且也支持HDR 然而它其实是一块电竞屏 因为这块屏幕的刷新率高达90Hz 当然你可能觉得雷蛇已经出过120Hz的屏了 那么90Hz可能不稀奇 但是ROG的这块屏的响应时间只有一毫秒 一毫秒啊 这个真的是电竞水准了 手机背面的设计看起来谈不上多好看吧 但是还是非常酷炫 非常玩家风的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发光的ROG 敗家之眼的logo 我是真的没有料到 像手机这样对续航非常敏感的设备 ROG仍然是不惜一切代价 把它的RGB的传统给发扬光大了 ROG风格上搭载了一个新的技术 叫做Air Trigger 直一过来就是空气扳机 那么它其实就是手机的中框上面 遍布了很多的超声波传感器 然后可以感应你手指的位置 其实这样一项技术在之前的很多安卓机里面 已经开始试用了 但是ROG是把它运用到了游戏里面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手柄来使用 不过这个空气扳机的手感 我是很难保证啊 此外ROG风还搭载了一个比较高级的振动技术 它可以允许你手机的每一个位置产生不同程度的振动 这样就可以判断你的敌人在什么一个方向上了 有点类似于手柄上提供的一个振动反馈 ROG风的侧面采用了一个非常长的接口 里面是两个Type-C 那么这个接口是用来接一些模块的 我们待会儿会看到 而它的底部提供了一个Type-C的数据接口 以及一个3.5mm的耳机接口 摄像头的主摄采用的是一颗IMX363的sensor 1200万像素1.8的光圈 那么这个硬件水准还行 具体的素质如何 我们到时候再看吧 ROG风在硬件配置上就已经是目前市面上最强的了 它采用的SoC是高通骁龙845 也就是安卓阵营现在最强的SoC 并且这颗845可不太一样 它经过了官方超频达到了2.96G的频率 据说这个是高通专门给ROG定制的一款CPU 官方超频就问你怕不怕 此外ROG风还搭载了8GB的RAM 以及256G或512G的储存空间 可以称得上是海量了 为了镇压住这颗845 ROG的团队也是不惜下了血本 在这一次的ROG风里面采用了真空枪均热板的散热技术 这个散热技术平时只有高端的笔记本里面 以及一些高端的台式机硬件里面会采用 除此之外ROG的工程师还觉得不够 他们还给这款手机研发了一个主动散热模块 只要套在手机后面 这个风扇就会对着手机的背部进行一个主动式的散热 这个主动的散热模块当然外观上也是很ROG 有一个RGB灯 并且底下采用了一个Type-C和一个耳机接口 这样的话可以方便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把这个线给接出来 不用再从你的手部穿出来 非常的方便 除了散热模块之外 ROG风还带来了很多非常骚的模块 比如说这个长得有点像Switch的两侧手柄 你可以把它套在手机上来改善你的游戏手感 并且你还可以用它来配合一个无线图传的功能 达到一个非常低延迟的客厅游戏体验 而这个是双屏模块 这个有点像3DS的 但也有点像英伟达的SHIELD 这样一个长得有点稀奇古怪的设备 其实对于直播主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你可以在下面玩游戏 上面进行一个推流或者是看弹幕 都是比较方便的 或者你也可以把上面当成一个小地图 什么的对面的游戏 也会有一些帮助 不过其实这个设备里面并不是两台手机 你的手机只是上面那一台 下面其实是一个内嵌的屏幕 另外ROG风还带来了一个拓展呼 那么这个设备可以用来接你的鼠标 键盘 还有显示器 还有RJ45的网线接口 确实是有点物理外挂的意思 毕竟这个已经是拿你的手机当成一台PC来玩了 绝大多数的手游玩家应该没有你这么好的设备吧 今天体验下来云飞觉得ROG风确实称得上是真正的游戏手机 毕竟ROG还是ROG嘛 市面上的一些同类产品和这个比起来 确实是有点小物见大物了 不过ROG风的价格也是相当的酸爽 售价上接近iPhoneX应该是没跑了 再加上那么多的模块 最后的总价应该是非常信仰的 就看你们能不能接受了 我们的笔记本专卖店 极客湾数码港已经正式上线了 这次我们专门安排了专业而态度友好的客服团队 力求服务好每一位客户 目前我们已经上架了第一款特惠朋友机 炫龙毁灭者KPL极客版 我们在标配的基础上把内存从8G升级到了16G 固态硬盘也更换成了更快的NVMe 而售价却仍然保持了低配版的6999元 加量不加价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一台主打高性价比的游戏本的话 不妨就来我们的极客湾数码港选购吧 加量不加价比的游戏本